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是被李小璐吃定了 然而遗憾的是 李小璐之前在某综艺节目爆料 佳南亮这样的男生 并不是自己心仪的类型 但是佳南亮的率先幽默 对家庭的责任心 李小璐还是给出了肯定 然而PG1对李小璐来说 可就不一样了 他可是李小璐的偶像 李小璐没有尽注诱惑 出轨PG1 对于自己的婚姻是很大的伤害 有的东西一旦失去了 纵是一月十万八千里 也不一定能追得回来